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意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每个人都有很累的时候,感觉浑身乏力,还不想说话,对谁都不愿意搭理,好想踏踏实实地睡一觉,一句没事,也许我挺好,掩盖了多少真实的状态。 我们都知道,没有感同身受这一说,最好的莫过于我的故事影响了你的情绪,崩溃的是我,多情的却是你的同情心。 有时候很心累,觉得人生没有了希望,不管自己多努力,都无法改变命运。 很累的时候,总想找人倾诉,希望有人理解自己,安慰自己。 可是,你越喜欢找人倾诉,越感觉很累。 别人会把你的话当成谈资,以此来评价你,不怀好意的人,还会切息会算计你。 有人说,成年人的崩溃都是悄无声息的,不敢声张,怕他人嘲笑,不敢歇斯底里,是因为我们是成年人,没有人惯着。 成年人的愈合也是默默进行的。 关上灯,把自己裹进被子里,静静地闭上眼睛,让泪水滑落,而后悄然入睡。 第二天,穿上自己喜欢的饮,化上淡妆,面对镜子,给自己一个微笑,告诉自己,我很好,百度人。 中写道,如果命运是一条孤独的河流,谁会是你的灵魂百度人? 事实上,你唯有自度,自己的心情,自己最懂,自己的经历,自己承担后果。 不管你遇到了谁,有谁帮助过你,后来的还是要靠自己走下去。 如果你累了,也不要找人诉苦,要学会自度。 如果你真的很累,那就好好休息,养足精神,如果你想哭,就自己躲在一个没有人的角落。 哭出来吧,然后自己擦干眼泪,露出笑脸。 如果你很烦恼,那就一个人独处,感受独处的力量。 忆你向别人诉苦,别人不会同情你,反而会笑话你。 安静昨天联系到我,他说,为什么有的朋友会把我的痛苦当成一个笑话来讲? 安静前段时间失恋了,爱了六年的女。 朋友去了另一座城市,和新的男朋友在一起了。 安心很痛苦,觉得自己做人太失败了。 曾经和女朋友一起商议买房子买车子,一起去远方看风景,还说今年年底就结婚。 但是安静太穷了,买不起房子,也没有创业成功,女朋友厌倦了穷苦的日子,就悄然离开了,连再见都没有说。 安静把自己内心的苦和同事阿黎说了,他希望同事可以理解他,说几句安慰的话。 安静向同事阿黎诉苦的时候,阿黎一直认真地听着,让安静误以为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。 但是隔了几天,整个单位的人都在议论安静被女朋友甩了的事情,说得津津有味。 在同事们看来,安静失去了爱情是自找的,苦过是自己不够争气。 还有人说,像他这样的人,谁和他在一起? 就是倒霉,毫无上进之心,也没有家底。 这样的话,就像一把利剑,深深地刺痛了安静的心灵。 我对安静说,你以后要学会闭嘴,越是苦日子,越要自己慢慢熬,做一个不让人看笑话的人。 当你熬过苦日子,一定会有豁然开朗的轻松和自由。 一个人很累的时候,心里就像装满了黄帘,一肚子的苦水想要倾倒出来。 但是你不要诉苦,不要因为倾诉给别人抓住了笑柄。 你要提高坎坷的能力,让心灵慢慢地脱离苦海,就像大海上的一片孤帆,慢慢驶向阳光。 二你的每一次倾诉,只是在揭露你自己的伤疤,你倾诉的时候,有人往你的伤口上撒盐,你信不信? 当你很累的时候,是人生最虚。 弱的时候失去了抵抗力,这时候如果有人利用你,那么就会让你雪上加霜。 我的同学周围因为做柑橘生意亏了五十多万,他把债主找上门来,两个月都不敢回家。 他辗转到了东莞,找到自己的表弟周村,希望周村给他找一份工作。 当然,他把自己最近的情况都和周森说了,心里的苦一股脑地倒出来了。 周森在东莞开了家家具店,就安排周围做琴杂工,但是到了月底, 周围一分钱工资也没有拿到。 周森说,你都这样了,能够在我这里待下去,管饭吃就不错了。 一句话就像一把盐洒在了周围的伤疤上。 前天下午,周围打电话给我,我都负债累累了,活得好累,以后该怎么办? 我说你应该在东莞找一份像样点的工作,并且不要向任何人倾诉你的过去, 从此人生从头来过吧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 当一个人很累的时候,如果天天诉苦,那么人生就会充满了负能量, 你总是带着负面情绪工作是不会改变人生的。 最可怕的是你最落魄的时候,还有人借机会利用你,把你当好耍。 每一次倾诉都是揭开自己过去的伤疤,让伤疤无法真正愈合。 你应该慢慢地忘记人生的伤疤,让伤疤变成生命中最坚硬的地方。 起起落落都是人生常试,人在低谷肯定很累,但是你要爬起来,继续前进,才会找到出口。 三,打开朋友圈,也许你连一个可以真心倾诉的人都找不到,当你很累的时候,如果不愿意和身边的人说。 说,那么就想和网络里的人说,可是你打开朋友圈,发现好友上百个,但不知道谁是可以说真心话的人。 很多微信好友,如果你没有备注的话,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了。 特别是那些设置了朋友圈三天可见的人,每一次打开,他的朋友圈都是一片空白,觉得这样的好友可有可无。 其实你的生命里也许有懂你的人,但是懂你的人不需要。 你找他诉苦,他都理解你,都会陪着你,鼓励你。 如果你天天诉苦,反而让人觉得你是烂泥巴,扶不上墙,会令人厌恶。 既然找不到倾诉的对象,你就别找了,不要想到谁都可以成为你的知己,也不要想谁拉你一把。 你把心中的疲惫当成是一种疗伤的药,等疲惫感消失了,也就要到病处。 四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,各种各样的不顺心的事,各种各样的挫折。 当遇到这些烦心事时,如果找不到倾诉人,那也不要憋在心里,憋久了会出现抑郁,严重的还会走向极端。 三,这时候你必须要释放出自己。 方式有很多,总能够有一个方式适合你。 一跑步。 每次遇到烦心事时,如果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,你可以通过跑步来发泄,发泄完了,心情自然就好了。 记住,如果你找不到倾诉人,那么可以通过跑步来释放自己,跑到你累了为止。 二,散步你可以在早晨或夜晚出去散散步,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,看看外面的环境,心情会好很多。 三,看电影。 你可以选择看喜剧,里面哪些内容搞笑,你也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,也可以选择看励志电影,看看他们的经历,看看他们是如何面对的。 四,转移注意力。 你一直想着这事,你就会一直烦恼,相反,你想一些开心的事,就会很开心。 五,大声地喊出来,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声地喊出来。 喊出来后,哭出来就好了,需要帮助时,如果没人帮你的话,那就自己解决,不依赖别人。 演员桃红说,我的安全感,全部建立在我的幸福、成功上面,都是自己给的。 你也应该这样,一点一滴的幸福都靠自己创造,虽然不够成功,但你会活得越来越独立自由。 没有什么事是一个人解决不了的,也没有什么坎儿是一个人迈不过来的,相信自己就一定能够做得到,能克服所有困难。 人生风雨,即使没有人与你同行,你也要一个人精彩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感谢您的聆听,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。 电话